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啦 今天要來佈置上圍的區域再往上走 直到位於我服務處後方的 狸貓商店周邊這一整塊區域 那我就一邊用上次畫的石頭路來鋪馬路 一邊來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要怎麼來處理這一塊 雖然我很想把島上用成原始叢林的感覺 但是服務處、狸貓商店、服飾店以及博物館 他們的外型都很難說是原始的建築 我們目前已經努力的把博物館變成廢墟了 而作為島上唯一一間可以購買民生物品的狸貓商店 我想起了以前在鄉下的外婆家 山上唯一的一間小雜貨店的樣子 大家應該也對一些鄉下或者是山上的小雜貨店有印象吧 我想要把狸貓商店布置成那個樣子 我們在馬上上用了這些貨店 我們要把柚子放進去 但我們來到這間小雜貨店 就在發音家裡讓他們能令到貨店 但是我們要來決定 幫你打穿一下 所以我們要把柚子放進去 最可怕的搞東西 但是我們這樣保存一點 繪純了 到路鋪好後 我要再用這個碎石設計鋪一塊方形的地 種幾個灌木在旁邊 接著我要在這邊堆放一大堆看起來很久沒有人動過的雜物 這個顏色的工具架很適合 看起來就像是快要生鏽的顏色 再來放與手遊聯動獲得的家具 現運餅乾推車 把它朝背面放 看起來就像廢棄一段時間都沒有使用的器材 螞蟻觀察箱整體設計都很適合拿來當廢棄物 門口放個園藝推車讓它看起來還是有在營業的樣子 接著再擺上養蜂箱 搬家紙箱S增加一點廢棄物堆積感 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些雜物中間通常都會有個盆栽 最後再擺一個搬家紙箱M就差不多了 擺完後我突然覺得好適合再放個垃圾袋 但缺材料我們待會再來做 接下來我想要再來做路邊攤 一般我們用路邊攤的預設設計都是乾乾淨淨美美的 但是我今天想要看起來髒髒舊舊 像是很久沒有使用的路邊攤 那只好自己動手畫囉 我一樣想要做常見的直條紋款式 整張設計圖上總共有32格寬 一條4格直線剛好可以均分成8條 我們先把8條顏色上好 上好後我在下半部約中間的部分畫出一條線 接著把上方的部分用油漆桶 用成帆布的顏色 我想要那種泛黃的米白色帆布 所以選擇這個髒髒的顏色 其他顏色也都降低他們的彩度 讓他們看起來舊舊的 再來畫一些髒物在上面吧 畫好後我們再調顏色 讓它看起來像是布面上的字 中間的線也來幫它上一點陰影 下方紅綠的部分我們也來做一些髒物吧 再來是個小方法喔 我們在紅與綠中間用透明漆挖一點小洞 這樣我們做出來的路邊攤呢 它上面的棚子 你們看 邊緣就會有缺口了 垃圾袋準備好囉 我把它弄成白色的放在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白色的垃圾袋 比較有資源回收感 再把腳踏車跟捲管器放在這邊 這一塊就完成了 接著路邊攤上面我們也擺個垃圾袋 跟感恩節入手的鍋子 再加上紙箱 嗚 跟柴火堆疊在這邊 讓它看起來就是個很久都沒有用的野台喔 接著我要來做個露天池 放在浮處旁邊 沒有什麼意義 就只是個島上的打卡景點 我們再來沿著路上多種植一些灌木跟花 因為這邊都會卡到建築以及河岸邊 我就不選擇種植樹木了 這樣整體就差不多啦 最後我想要再來使用戶外桌 戶外桌可以用我的設計來改造 我想讓狸貓商店前販售猴子島上面沒有的香蕉 畫香蕉的過程我就快轉給大家看了 這部分沒有所謂的教學 因為我也畫得很爛 在這邊看起來是很難以待的 並樣子裡頭也放在餅裡 也放在餅裡 在餅裡頭裡 有時候就有慢慢的 吃餅裡 做到餅裡 也放在餅裡 可以用來看 就能吃到餅裡 先可以裝上去 就要來看 用來看 然後就能把餅裡 放在餅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好后摆出来就可以放在门口卖啦 住台湾的各位有没有印象呢 我们有时候去山上还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时 路上都会有一些卖蔬果的农民 他们会自己画招牌在自己的车上贩售他们的商品 我想要模仿一下 一样用我的设计在左半边写下香蕉 字不用太好看啦 因为通常我们在路上看到他们手写的字也不是太好看 这不是为我自己字写不好看找借口喔 右半边在写香蕉的价钱就定价71元吧 也不是因为7跟1比较好写所以卖这个价钱 这样摆出来够土味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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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改島的區域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提供 李宗盛